娱乐至上小歪解说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瑞达卡普的决赛 好的那这样的话两名选手的话是这边的TH000和这个弹种 这边我们看到红色的精灵就这边的一个周西西 而另外一边的话我们看到了是这边的弹种 弹种这边是人族蓝色 然后的话第一时间拉了这个民兵往上进行一个探路 而周西西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中立英雄的一个首发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具体走向 对 弹种这边呢还是正常的一个开局决赛三场都会给大家更新 但是大家不要特别的这个时间比较简短 比较简短 大家可以慢慢的很快就能看完这三场比赛 然后这个还是会给大家更新那个百大经典的一个比赛 好吧是这样一个安排 本来是想要有一场6v6的 然后6v6的话有点稍微折腾 找录像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找到 找这个地图没找到实在是找不到没办法 等下次再做吧 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弹种的话第一个民兵探路的话已经是侦查到对方呢是不在这个右上角呢应该是左上角没有任何问题 首发英雄呢是选择大法师 然后这边周西西的话是很正常的一颗比赛放在外面 然后祭坛啊一次是摆了下去 将这个民防放在了野外 对大法师首发 然后是这个兵营也是好了 中立英雄首发的话这张内容上面比较多见了还是寿王加这个或者说游侠寿王游侠都还不错都还不错 不过的话我觉得熊猫并不是特别的合适这地图其实练级并不是特别好练就到三不是那么的容易 对不要不是不能不是太容易到三的话我觉得出熊猫可能会有点吃力 还是得靠依靠击杀人组单位来到达升等级那游侠跟那个兽王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 这个兵营用的真的是地水不漏啊有没有好大法师出来以后的话直接是往上走然后两口越井都摆了下去中间的话小IC已经是准备就绪大法师这边是拉了民兵直接开稿对打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弹总这边打了也是非常薄命这个东西就只有不成功变成人没有任何的犹豫弹总这边直接是把这些大部队给拉过去农民这个时间放放防御塔对直接快点放扫塔那这样的话就细细不成功变成人没有任何的犹豫弹总这边直接是把大部队给拉过去农民这个时间放防御塔对直接快点放扫塔那这样的话就细细不成功变成人没有任何 不知道能不能反应过来已经是直接啊北伐对 南增北伐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大法师已经来了这个一本踢压说往这边能不能扛坐一二三三个AC加油猪 大总这个看这个双方的基本功了这个东西就没话说了人口上来说两口越井感觉精灵得多不点人口呃这个第一根塔没有能够起来后方的话步兵在持续跟上 主席这边现在是面对对方的这个民兵还得注意一下这些血量民兵不要跟他打一旦变成农民就可以开干开干了 IC往后面装一下这个就真的是很看基本功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一本的TR这个胜率其实蛮低的啊一个水元素再招出来 我觉得周西可以拉小精灵出来爆这个水元素对一定要爆一定要爆这个这个水元素一个福特曼是要死掉了打上这边也死掉了一个IC 这个第四个IC就这个IC又是残掉了福特曼继续追一下防御塔的话现在还不用急待会再点直接摆了一颗BR在边上哎呦福特曼一刀是又切死了一个IC那这边哎又点死了一个IC 一个猪招出来三个猪了IC有点扛不住现在的话要去点掉对方的这个防御塔一定要去点防御塔再不点防御塔不行了我觉得可以不要点这个大法师点防御塔 点防御塔这个时候要点防御塔要点防御塔防御塔一点一旦点掉的话这问题就小了对这边可以再转个方向点这个这个防御塔哎呦这个IC喝紧水能不能顶一下这这这这这大法师又要点继续点 所以这边这个IC是回过来大法师过来补个刀把这个水元素IC给点掉了这根塔的话农民来不及修了好的但这边塔是没有起来对这根塔是没有能够起来这颗BR马上就好了 IC这边紧水还能再补一点吧大法师往边上扯一下感觉这场比赛忍住这边这根塔马上就要起来了一旦这个塔起来的话就牛逼了这个塔一旦起来这农民开始修修修三个三个酸子猪猪能不能打掉能不能打掉最后一下哎呀塔好了瘦王这边被抽被抽瘦王要死一下A死这个瘦王好了两极大法师睡 光环一点那这样的话这个水元素无限比赛应该说是有点难弄了对一旦说有了一根塔的话大法师瘦王又还阵亡了那这个事情有点难弄现在AC全部是隐身在那边夜晚的话还是会好一点点但是这个这个这个现在对方这个开的大量起塔感觉还好还好这个B2还在B2还在然后的话我们看到后方的话这个AC再持续地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AC一根圣塔的话还能接受瘦王是不是时候能复活还差一点点还差蛮多还差一点点其实一点点一点点到底一点点 还蛮多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说你倒是说啊一点点一点一点点好比亚再拍一下在这边我们看到现在福特曼很多是在偷对方的这个月姐 AC远程再点点福特曼然后注意一下血量小精灵过来 哎瘦王出来以后招一个猪然后被抽干这是必然的事情小精灵过来修这颗比亚这颗比亚不能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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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没有能够救下来步兵被牵绳水王也是到两级这颗比亚的话还是不倒啊这边还能又能起一个圣塔小精灵过来再爆一个水素漂亮这两个水 那这两个小精灵爆了好可性价比很高对把这边的水素给爆了这边现在已经有一二三十五个AC伏对卖只有两个又点是一个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周西西是稳住的节奏两根圣塔大华士这边现在是已经是快没难了没难了没难了 感觉有点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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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根塔是肯定不能起来只要没有剑塔我就好说说王反正已经没难了无所谓带到这边打出机器 好的我们看到这张比赛的话周西西应该说是非常的冷静在前期啊我们看到拼塔没有能够把这个塔给偏掉甚至是王死掉情况下呢还是很冷静的在BIC而且这一部AC的话全部隐身并没有能够阵亡 然后的话弹总呢也是因为是一根圣塔所以的话对对方的这个建筑没有造成一个很大压力 这样一来的话周西西的第二颗BIC的话帮助自己拿下本场比赛感觉上去啊感觉上去现在的人组一本题啊真的是胜算很低 以前的话我觉得这种局面肯定是找赢了因为以前这个塔变了真的很快 好的那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看到弹总也是非常可惜吧在自己一根塔起来的情况下还是没有能够站稳脚跟被这边周西西给拿下 周西西这边这个瘦王出来以后招有猪啊就随便也胜他无所谓了 AC瘦王都不怕胜塔BR也不怕胜塔就如果胜塔对那个对那个我人比较有效果 好了那今天的这第一场这个视频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Y 娱乐之上小Y解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场魔术的视频 那瑞拉卡普的决赛的第二场对这边依然是周西西跟弹总之间的一个比赛弹总这边直接拉了三个农民进行一个三农民TR 然后的话家里面放下了这个防部场这一套打法的话应该说在几年前已经是流行于网络 后来的话由于有sky的一个使用啊造成了一个整个平台的一个使用使用 就这个三农民TR当时也是火了非常火 我记得我那场三农民TR的视频达到100万点距离 这对于魔术真棒三来说还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素质啊好的我们看到这边周西西将比赛放在了外面了 而且现在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三农民TR了 周西看到这个三农民TR以后的话应该说已经是感受到这个压力了 现在这边周西打了一个点点点对这个这个打法应该说我们其实已经很熟悉了 现在这样的话三个农民过来以后开始到这边放塔放塔放塔开始放塔 对这个三根塔先丢下去这个三农民TR的非常标准的一个配备 这个农民大家看到这个细节没有 他当时是为了防止这个大树过来拍一巴掌还是蛮疼了 那这样的话现在周西西这边的话还是个中立英雄的首发 中立英雄首发月景然后的话这个之前的话三农民TR刚刚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讨论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是出什么英雄作为扛 哪个那个英雄你是否有可行性 然后另外的包括是中立英雄怎么哪个比较给力 本族英雄怎么样 然后或者说将BR的要放在家里面就就反正各种方面吧 进行了很多很多讨论这个讨论我们就不做更多的说明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放一下就另外一根塔 因为这个比较放的位置比较靠歪啊 那现在这个AC回过来的话估计有段时间 所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这边的话弹总是直接把这农民防御塔继续修起来 按照这节奏来看估计是这个塔能起来了 对 就是大家看到了就就这样一种节奏来看 现在这个塔的话又起来一根 这几个农民也是利用起来一定要利用起来 就是能多敲一下血量就多敲一下血量 然后的话对方这个AC肯定是要来了 资源上来说你有点稍微短缺 第四根塔还是有点压力啊 最后第四根塔扶了下去 AC过来点东西赶紧过来修 对这个一定要第一时间修 修不住就完蛋了 修不住就完蛋了 所以一定要修住 这个塔肯定是能起来 那一根塔两根塔三根塔是起来了 就我们看到只要有这三根塔的话 基本上的时候周西一这场比赛就已经是跪掉了 对 基本上的时候感觉已经有点跪掉 感觉因为这个英雄来的很慢 中间买了一个术王 作为自己的一个 一个首发 然后只忍着TP回来 这必须得TP回来 这不TP回来 这跑回来基本就肯定一点办法都没有 招个猪能不能强顶这三根塔的话 因为就接触面积也不大 所以很难很难去强顶掉这个塔 好 比亚站起来 然后往前拍 先打农民 术王这边也是只能说入博啊 这个没办法 这个时候你不上 你不上谁上啊 IC扛不住 哎呦 剑塔手中点IC 点术王还真不是啊 你点术王会给这边的人助机会的 一定要点IC 因为IC比较的脆 虽然IC那个扛甲还扛电塔 还可能不错的 但是毕竟这个IC学少 术王这边又再招个猪 术王表示也扛不住了 扛不住扛不住 喝点精水 这有点扛不住 这三根塔四根塔是凶啊 再点这个农民 再点这个农民 这农民应该是要走了 这颗比亚再点死一个农民 又一颗比亚 又来两个农民 又来两个农民 两个两个 两波两波上 修住这里修住一个比亚 但是小剑塔可以优先点一下 这个小精灵比亚被点掉 小精灵瞬间被射爆 瞬间被射爆 家里面也是一块的补鸡 对 再招个桌 那这个四根剑塔的话 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直接对着这个主机 这一阵的猛射 还是又是被点死一个 这个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因为大家也看到 这个四根塔 四根剑塔太凶残了 太凶残了 那这边应该是放弃了 这一片矿 然后在这边的话 这个比亚的话 也是站起来 我们继续去练积德了 现在这下一种节奏的话 看来这个主机 应该是要直接被端掉的 一个事情 同时另外一边 弹总这边 现在是 把这个人口给补起来 祭坛应该是已经好了 然后现在是差一个人口 去买 复活自己的 买活自己的英雄 不知道这边弹总会出个 我觉得出个T卡 TK不错 Tinker我觉得不错的一个选择 也出个瘦王 也出个瘦王 对这个猪王 那我们看看弹总这边也算是 很成功的 就是三中鸣T啊 这个打法应该说 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 没见到突然用一用 还是可以的 对 如果说之前的话 其实很熟悉的话 就还好 看来就西 这次是中枪了 中枪了 中枪了 直接被这边的一个弹总的一个三中鸣 给TK中了 然后术王这边 烧了对方的一个链接 有一个比较链接 还是OK的 但是我们看到弹总这边直接继续起塔 把你这边的月景也射掉 同时这个两框 我觉得也可以开 对吧 这个也完全无压力 同时家里面的话 补点防一塔 防止对方过来换家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边 哎呦 买了这边的黄绿皮 对这边我们看到 周西西也是买了黄绿皮 但是的话 啊 这边我们看到升级的是猪 猪的话来拍对方这个IC 进化一下 拍对方的IC 或拍对方的猪也行 我这个猪是被弄死了 这是猪的话 这是目前位置只能造一个 好 再变一根塔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点一下 点掉这根塔 周西打错机器 好的 我们看到这张比赛的话 采用了一个三农民TR的一个打法 然后的话周西前期的话 将币亚放在了野外 就非常悲催的被对方直接是用三农民TR这个单数给打败 这样的话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吧 也是恭喜这边的弹种 这样的话是双方打成了1比1比分的一个平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场比赛 到底决胜局 随赢随输 我们第三场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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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